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兩長度相等的同種導線 這個長度相等的話 就是說把這個螺線管把它拉直 拉直以後長度相等 拉直以後長度我們叫大L 大L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轉一圈的長度是2.1R 這假設螺線管的半徑是小的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單位長度的渣數 再乘以什麼呢 乘以它的這個螺線管的長度 這個呢 螺線管的長度 乘以那個單位長度的渣數 這個就是什麼呢 總渣數 總圈數 到底是幾圈 一圈呢 是2.1R 所以什麼呢 所以這個導線它的總長度是這麼多 那他說這是一樣的 這個是長數 兩個螺線管 它總長度是一樣的 然後他說 他說恆結面積比是2.1R 就是說這個導線 它的恆結面積比是2.1R 就A1 比上A2 這是等於2.1R 比上A2 這個是等於2.1R 這個是等於2.1R 就是說這個管的長度 這個管的長度 L1 比上L2 這個也是2.1 管結面半徑 比是2.1 這個是結面半徑 這個螺線管的結面半徑 R1 比上R2 這個也是2.1 好現在他說 浴石量螺線管內的磁場量子相等 則其所需的電功率之比為多少 也就是說 我這兩端 給它接上什麼呢 接上那個電源 接上電源以後的話 然後的話 它就上面會有電流 要有電流的話 就會造成磁場 那這磁場的話 等於多少 磁場是等於 μ0 乘以Ni I是電流啦 那N的話 跟這N是一樣 就是單位長度的渣速 這個要一樣 那要一樣的話 那要問什麼 問這個電功率 電功率多少 那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電源 它只接這個線圈而已嘛 所以的話 它這個 繞一圈的電位 就是說 它輸出的功率 事實上就全部 那個下降到什麼呢 這個線圈上面 也就是P的話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個是 I H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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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電池的電壓 但是問題是 電池的電壓 這兩段的電壓 跟這兩段電壓一樣 這個是等於V 是等於I 乘以多少呢 這兩段電壓是V 那根據歐姆定律的話 V是等於IR 所以是R1 這是IR 所以是等於I平方R 所以它電功率 是等於I平方R 那I平方R的話 那這個R是等於多少呢 R的話就是這個 那個導線的總電阻 這跟什麼 成分別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電阻率 它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總長度 它再處理什麼呢 處理這個 這個橫截面積 這個導線的橫截面積 那這個是長數嘛 因為它 兩個導線 它同種嘛 就是材質一樣 所以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跟 還有這個總長度也是一樣的 兩長度相等的同種導線 所以這個跟什麼 跟那個橫截面積 是成反比的 那也就是說 這個跟什麼成正比呢 I平方 除以A 是成正比的 好那現在這個I的話 I的話 跟什麼成正比呢 這磁場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應該是算那個什麼呢 這個算齒組系數吧 反正就是一個系數 這個的話I跟什麼呢 I跟這個 單位長度的紮數成正比 所以這個應該什麼 應該跟什麼成正比 A分之1 A分之1 乘以多少 M平方分之1 乘正比 那現在這個N的話 又跟什麼成正比 這是長數嘛 這個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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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路線管 這個長數一樣 所以這個跟什麼呢 跟什麼成正比 這個N A分之1 乘以多少 倒過來 倒過來 就變成 那個L R平方成正比 所以我就講 P1 比上P2 就等多少呢 R1比R2的話 就2 這個L的比是2比1 那R的比1的話 那R的比1的話 也是2比1 平方啦 那A的比也是2比1嘛 A的比也是2比1 所以這是 16嘛 是16除以比2 所以是8比1 所以這一題 答案是等於那個8比1 答案是8比1 我覺得P1比P2是8比1